Ian, Dr. Wiming,刚才我们也说过 其实一个新时代的教育的重心 第一,未必是真正知识的学习 因为现在的知识其实也比较容易获取到 其实上网,又或者看书,学生都可以不同的自学 不过有些东西在学习上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品格的培养和一些独立自学的能力 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是透过不同的游戏 是去令到学生培养到一个良好的品格呢? 嗯,都有的,其实呢,因为品格比较抽象 透过玩board game,玩游戏 更加能够帮助小朋友去掌握不同的品格 以下来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太空床 那我们稍后就会窄息 那我们当中就有这个床褥 枕头 起床 当我们摘到这三个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太空人摆上去睡觉 那我们有四套的,可以试一下,好吗? 看谁最快就可以完成床铺 让太空人睡觉 我们有两种的玩法 第一种我们可以先玩,是一起合作 让它们可以睡觉 所以我们是一起去窄息 就窄到这三个之后 那太空人就可以睡觉了 第二种方法才是自己去窄息 那我试一试先 我们先做合作 看我能摘到什么 好,我摘到这个应该是一张床褥 床褥 床褥,我选了这张 估到这张,很漂亮 到你了 到我了,好紧张 又是床褥 你有枕头了 那接着怎样 你就可以把一个太空人放进去 帮他扭皮 帮他扭皮 对了 那我们完成了一个太空人 可以上到这个床铺里面睡觉 接着到我了 好 接着我们就各自帮太空人了 接着这次也是继续合作的 玩完四个太空人睡觉之后 我们才可以玩第二个 好 接着我们去床鱼 床鱼 好 接着就到我了 都是床鱼 继续 到你了 枕头 好了 皮 挺好 挺快 其实也挺快 我们的合作率 那个比率都结果 好 到我了 我扎他都可以了 对不对 好 先有枕头 好 好 跟我了 都是枕头 床鱼 好 看你这边 好 我看看是否会皮 我扎到皮了 好 选择蓝色的皮 这个床鱼又可以 睡觉了 最后一个 那我们试一下 好 再试一次 好 再试一次 好 到我 枕头 枕头 好 床鱼 床鱼 看眼天使 我扎个皮 看看是否有没有材 都是枕头 枕头 皮 看起来 好 太空人就可以睡觉了 那我们就完成了 四个太空人 帮他就去整理好床鱼 其实这个游戏 除了玩我们是一个择式之外 都让到小朋友去知道 我们平时生活 怎样玩完之后 应用在生活里面 就是你究竟起床的时候 或者睡觉之前 有没有摘皮 整理好床鱼 不要弄到它乱了 你们有没有摘皮的习惯 我是有摘皮的习惯 我觉得早上起床的时候 把床鱼 把床鱼收拾好 人起床的时候 我感觉会更精神 真的像一天的开始 是 是 是 你呢 我呀 我也要学习品格 学习品格 所以你就想着 反正都是 那就不用摘皮了 这个就是让小朋友 透过玩游戏 从小有这个治理的习惯 好 那我们试试另一个版本 就是自己有自己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选择完之后 就在你那里找床鱼 好 我先 好 首先我有个枕头 枕头可以拿个枕头 好 到你 自己有自己摘 又是枕头 好 又是枕头 这么有趣 都是枕头 这个肤子是不是做法 我这个是双人床 这是皮铺 我有皮铺了 好 又是枕头 大家都可以有双人床 双人床 又是枕头 三人床 三个枕头 又不错 整个枕头在一起 我又有床鱼 你最快的 我又有床鱼了 我搭齐了一套 这么快? 对啊 床鱼 那个我跟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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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鱼 sẽ有� facilities 我又有床鱼 我又有床鱼 究竟哪一个是会尽快找到床褥、皮铺和枕头 我们这集的主题就是说 如何可以陪育 透过学习,如何陪育小朋友的品价 这个游戏就是可以预一个游戏 当中和一个实际的学习 就是从一个基本的生活开始 就是比如一个小朋友 好像刚才我们所说 小朋友起床的时候 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 物质比较富裕 或者很多爸爸妈妈都要外出工作 很多时候家里都有工人姐姐 小朋友起床的时候 可能由第一步擦牙洗脸 到换衣服上学 都是有姐姐帮忙 甚至可能床铺也有姐姐接的 但是透过这个游戏 他就发觉原来床铺这件事 早上起床可以自己第一步 去接床铺 令到他们的品格上、学习上 治理人类上有一个提升 这个游戏就有这个目的了 其实在当中 从小去有这个品格的培养 都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你说 小时候不接皮 好像大了就不接皮 所以可能由小的时候 培养他除了治理之外 可以帮在家里做家务 甚至是开始接衣服 接衣服 其实都很重要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学到一个治理和品格呢 其他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游戏是非常之好的 其实我觉得家长除了可以 透过刚刚说治理之外 其实在过程里面 教到小朋友很多东西 就好像刚刚我们择饰仔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择了一次又一次 都是没择到 其实我觉得过程里面 教到小朋友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 不只要你不放弃的 你一定会择到的 SEN 的小朋友仅然有困难 但其实他们只要试多几次 其实很多时候都一定会达到 达到目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可以很简单地教到他一样 就是纵然你可能要多试多几次 但是你只要你不放弃 总会达成一丑那一套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一个坚毅的品格 没错 坚毅不放弃 还有不断的上市 是一个人要培养的品格 是 没错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住留言和给个like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这个小铃铛 我们在最新资讯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Facebook Page 记住给like和share给朋友啦 拜拜